欢迎来到Super E LS Station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张晓晶 201402的 我们这么拼 到底是为了什么 生活是什么 生活是美好和现实交织下的产物 我们何曾不憧憬着美好浪漫充满诗意的生活 可又曾多少次败倒在现实的脚下 理想终究是美好的 现实也的确是残酷的 于是我们奋斗拼搏 我们渴望着突破 渴望着改变 在那个叫做生活的战场上 我们拨洒热血 激荡秋春 这天地我们来过 这世界我们爱过 这现实我们拼搏过 可是 我们究竟是在为了什么 而拼命奋斗呢 感谢班主任早自习给予的灵感 这篇文章才得以问世 十个小小方面 希望给你一丝触动 一丝幻想 一丝渴望 一丝感动 看到喜欢的东西 可以大大方方地买下来 第一条是关于物质拥有 这一条源于网络 但是准确地概括了想要表达的内容 于是加以引用 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 和三两好友去逛街 看到喜欢的衣服 迫不及待地想要买下来 当目光定格在标价时 你犹豫了 是 犹豫 也许一条裙子的价钱 是自己半个月的工资 也许一件外套的购买 是一个月省吃俭用换来的 也许 还有很多也许 但是现实从不向我们低头 只有我们向现实低头的份 我们努力奋斗 从不是为了和周围的人攀比 我们奋斗 是为了看到喜欢的东西 就大大方方地买下来 不需要思索 不需要考虑 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努力 换高质的物品 换高质的服务 换喜欢的环境 而不是夹在在一群人中 为了挑几件衣服 挤来挤去 搞得自己心力交瘁 我们知道 自己不想要这样的生活 所以我们才去努力 喜欢就买下来 哪有那么多犹豫 毕竟我们可以做到 二 争取更多的自主权 选择权 很多用人单位 都说过这样一句话 对不起 我们只招收 985211的学生 是歧视吗 是 伤心吗 伤心 是可以改变的现实吗 不是 大多数人总会意想天开 觉得自己什么都会 很了不起 其实 只是你看的天空太小 还不足以别人的四分之一 你只有更努力一些 才会看到广阔的天空 才会更加的明确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的含义 只有充分地了解自己 掌握现状 你才会更愿意去努力 对于每一个人来说 我们都有被招聘的那一天 选择不同 形式不同 你可以说 你毕业后进父母的公司 但是 没有实力 空有其名 无异于浪费力气 所以 每个人都需要努力 这与家庭背景无关 靠你自己 你自己都不想努力 别人想拉你一把 都不知道你的手在哪里 而我们选择去奋斗 就是为了给自己争取到更多的自主权 将未来掌握在自己手中 而不是任人操控 唯命是从 可是 总会有人在给别人打工啊 是的 是这样 有一个定律叫做二八定律 简单理解就是说 现在别人付出的努力是百分之八十 你是百分之二十 明天 这百分之八十的人 就会为这百分之二十的人工作 这很现实 也很公平 总有人比你还努力 总有人比你还拼命 如果你不改变 那就会是温水煮青蛙 有事安逸 生于优化 死于安乐 不过如此 三 跳出自己厌恶的圈子 遇到志同道合的人 论学习 我们喜欢和愿意学习的人在一起 论工作 我们喜欢和办事效率高的人在一起 论日常 我们喜欢和积极正能量的人在一起 无论是哪一种 我们都喜欢和自己认可的人在一起 我们之所以要努力 就是为了跳出自己所厌恶的圈子 遇到更多志同道合的人 引用一句话 选择和什么样的人交往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他们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 你对生活的态度 以及看世界的角度 这也是所谓的 物以类聚 人与群分 从不怕你后知后觉 只怕你惊觉之时 还不曾改变 只愿做一粒尘土 满于脚下 四 不必一而再再而三地 低声下气求人 我们的每一次努力 都是为了以后 减少一次求人的机会 减少一次看人脸色 办事的机会 不是所有的人都心地善良 也并非所有人都奸诈狡猾 但我们总要知道 自己能办到的 就不要求人 求得的是帮助 欠下的却是一份人情 物质上的债好还 人情债难还 就是看不惯你低声下气 去请求别人的模样 你还年轻 为什么不去拼 五 世界那么大 我想去看看 世界有多大 我不知道 但是 我想用我的脚步去丈量 我想以胸怀拥抱 这个暖人的世界 所谓努力 不过是为了自己有时间 有能力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带上父母 带上朋友 或 置身前行 旅行带给我们的 从不会是简单的秀美风光 而是心理上的慰藉 那是一种工作 学习 所混不来的感受 恰如读书 在不知不觉中 改变着一个人一样 你现在的气质里 藏着你读过的书 走过的路 和爱过的人 世界那么大 我有必要去看看 六 滴水之恩 当涌泉相报 成长的道路上 有父母 有朋友 当然还有老师 每个人的一生中 都会遇到属于自己的贵人 很幸运 到目前为止 我遇到了三个 是我的小学班主任 初三的班主任 和现在的班主任 也许是上辈子 积了很多德 这辈子 我有幸遇到他们 上了高中之后 学到的最无价的 便是感恩 小时候青涩 总觉得 别人做什么 都是应该的 没有他人意识 而现在 越来越喜欢 感恩身边事 因为感恩 所以幸福 努力 也只是想 当我长大以后 我的恩师 找我帮忙时 我可以毫不犹豫地 答应下来 而不是 唯唯诺诺地 避而不见 或是羞愧拒绝 毕竟 他们当初赋予我的 远不止我 现在所能帮助他们的 知恩 必图报 我也希望 在多年后的 同学聚会上 我可以自信地说 自己是做什么的 我有能力买单 而不是灰溜溜地 离开 也许 人自己最怕的 就是瞧不起自己吧 但是 我们不仅要 瞧得起自己 还要相信自己 我们可以 七 有能力让父母安度晚年 而不是和我一样 终日奔波 当我们不再学习的 那一刻起 我们便肩负了 一个重要的使命 让自己 和父母的角色调换 小时候 是父母照顾我们 当我们长大后 便应是我们照顾他们 他们的双手 抱进了多少风霜 他们付出了多少 来供养我们读书 没有人是随随便便成功的 成功的人 不随随便便 即使是随便 也不会是你 所理解的那种随便 我们要努力 因为我们要让自己 成功的速度 快过父母老去的速度 我们只想让父母的 后半生是快乐的 而不是让他们 跟着我们一起受苦 我有义务让他们享福 在今后 他们有困难的时候 就向我开口 而不是因为我也很困难 而不能开口 总之 你陪我长大 我伴你终老 8. 让优秀的自己 站在优秀的他面前 大声告诉他 我喜欢你 爱情 从不是一蹴而就 一份美好的爱情 我认为 是建立在双方 共同的基础上 而形成的 爱情啊 不求大风大浪 刚刚好就好 恰好合适 恰好喜欢 恰好 什么都好 那为什么不在一起呢 理想的状态 便是我们有各自的工作 有各自的生活 但我们有共同的追求 我们的生活中 有彼此的影子 你的过去 我不去参与 你的未来 我奉陪到底 9. 让自己成为孩子的榜样 身边人有时候会说 我怎么想那么远 是啊 我才沟肿 却想到了未来 我的孩子 也倒是有趣 我有很多憧憬 憧憬未来 我会是什么样 和什么人结婚 孩子 会不会聪明 可爱 美丽大方 不是我想得远 我只是提前规划好 自己想要努力的方向 毕竟 有了方向 有了目标 才会有强大的精神动力 推动着自己 我和大多数人一样 有时候也会懒 懒到极致 比如说 我今天没怎么学习 但倒是写了不少字 有的时候 不要把自己绷得太紧 适当的放松 是可以有的 好 回到小标题上 常说孩子 是父母的一面镜子 是啊 最能淋漓尽致 体现你教育方式的 便是你孩子的表现 我们要努力 成为孩子的榜样 我希望我能带给他的 是积极正能量 是我的品行 而不是 在自己都没做到的 这一前提下 去教育子女 可想而知 效果如何 十 用我喜欢的方式 去过一生 嘿 去过你配得上的生活 哪有人会喜欢孤独 只不过是害怕失望 同样 哪有人会喜欢 顽命拼搏 只不过 是不想悔恨今生 我们之所以努力 是为了能够 更好地享受当下 希望有一天 你变成了 自己喜欢的样子 用自己喜欢的方式 度余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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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